就说这聂宝华是所有黑老大当中智商最低的 还真没说错 这不 给他戴绿帽子的宝丽来敲门了 聂宝华开门的那一瞬间很惊讶 再往下一看 看到了宝丽的腹部心血直流 聂宝华赶紧带他进屋 给他包扎 满眼都是怜惜 还挺暖心 宝丽的苦肉计 宝丽当初背叛聂宝华 跟赵刚睡到了一张床上 让聂宝华受到奇耻大辱 他居然还能留他们至今 也真够心善的 聂宝华后来都找人把宝丽抓到身边了 几张照片下的他跪地求饶 最后却还是放走了他 聂宝华不杀赵刚和宝丽这对肩夫淫妇 自然是有他的打算 可你不能还相信宝丽这个女人吧 看到宝丽中了刀伤 聂宝华一点都不带怀疑的 还问他赵刚刚的 宝丽把戏做得够足 说了这么一番话 听起来还挺无辜 挺深情 挺可怜 我说我要彻底离开他 他要我拿命换 我这身上 挨过五刀都是为你挨的 这第六刀是我活该 也算六六大顺了 聂宝华还真信了宝丽的话 宝丽要向他买条离开宁江的路 他安抚宝丽先别急 今来你可以留在这儿 不用着急走 聂宝华真够傻的 不但一点防备心都没有 还向宝丽透露他要去上海的行程 表示回来之后再处理赵刚 等我回来 他就蹦到不了了 躺下 别乱动 把伤养好了 等我回来 这意思是要为宝丽报仇 聂宝华难有力爆棚了 看来他还是在乎宝丽的 可是宝丽对他只有恨和算计 聂宝华根本不知宝丽这招苦肉计的背后藏着什么阴谋 魏国平收到警报聂宝华打算去上海见个朋友 估计是要闷声干大事 让妹妹聂小雨去考察给父母找的目的 跟他同一天出发 也是在故意把他制开 但是聂宝华不放心 他的宝贝妹妹独自一人出远门 让聂小雨找魏国平陪同 其实还有别的原因 一是聂宝华知道妹妹对魏国平爱而不得 这次出门就当是一次散心的机会 他给妹妹传授恋爱经验 希望聂小雨可以抓住机会拿下魏国平 二是聂宝华料到此行或许会不顺 赵刚对他虎视眈眈 并是清楚他的一举一动 说不好就会在半路出手 而魏国平和聂小雨也在外面 到时可以利用魏国平拿下赵刚 聂小雨心思单纯 自然是想不到哥哥的意图 在出行的这天 兴奋地去运魏国平 魏国平最是了解聂宝华这对兄妹 一眼就识破聂小雨受到了他哥的教唆 其中肯定有诈 必须拒绝 再说了 魏国平知道他跟聂小雨的感情注定不会有结果 所以他不想再给聂小雨希望 便当面说出了最伤人的话 可能有些是你一直误会了 我们俩就是普通朋友 对 咱们俩那天都说了 就是哄哄你 因为日子特殊 你第二天就会忘了 该哄的我哄了 作为普通朋友 哄你没问题 以后每年特殊日子 只要你需要 我都可以哄哄你 该忘的忘了吧 本质上就是普通朋友 我不爱你 小雨 我们永远都不可能 以后的路 你好自为之 今天的路 你注意安全 爱在心头难开 这种相爱 却不能在一起的宿命太痛苦 太虐心 聂小雨追了魏国平八年 终究是等不来一句 我爱你 魏国平虽然拒绝了聂小雨 但是一直心中不安 特意去图书馆看书 却怎么都静不下心来 直到收到一条不知名的信息 他彻底慌了 有人要害聂 这究竟是谁发的 谁要害聂家的人 是害聂小雨 还是聂宝华 聂小雨被保利追杀 聂小雨被魏国平拒绝后 对他放了狠话 三个小时后 在高速路口见 多一分钟都不等他 若是见不到 这一辈子都别见了 聂小雨赌气说出的一句话 没想到 却一语成衬了 聂小雨迟迟等不到魏国平 彻底心灰意冷 便让手下三伙开车出发了 不得不说 聂小雨对魏国平太专一 太痴情了 在他面前爱得很卑微 明明很生气 很伤心 却还是忍不住接他的电话 明明说好了多一分钟都不等他 也已经出发了 聂小雨却因为国平的一个电话 就要掉头回去 结果换来的依旧是魏国平的拒绝 也正是因为魏国平的拒绝 聂小雨和三伙在前进的路上遇到了危险 若是掉头带魏国平一起 并会安全得多 车子行驶在弯路上 三伙透过后视镜发现 后面果然有车 在跟踪他们 怎么狂飙都甩不掉 直到被那辆车截住 三伙不得不停车下来 发现来者居然是宝丽 宝丽假模假样的装作很着急 通知三伙赵刚要杀聂宝华 是赵刚手下来告诉他的 人就在车里 让他去看看 三伙不愧是聂宝华的亲信 跟他一样的亲信宝丽 却不知宝丽和车上的人是一伙的 今天来就是要他和聂小雨的命的 三伙往前走着 完全没料到危险就在身后 宝丽这个女人够狠的 拿起刀子就往三伙复布筒 连筒竖刀 最后被车上的同伙狠狠勒住补刀 三伙就这样 惨死在了一个女人手上 聂小雨更是跑不掉 他赶紧坐到主驾驶 疯狂地踩油门 他跑 后面的宝丽带人猛追 聂小雨插翅南飞 山路陡峭又复杂 聂小雨不熟悉路况 边跑边给哥哥打电话 聂宝华也同样遇害了 慌着逃命 手机落在了车上 情急之下 聂小雨没顾上看前面的路 推迟着的车子已经杀不住 搜的一下驶入了江中 看着车子渐渐沉入水面 宝丽满足地离开 确定聂小雨必死无疑了 聂宝华被赵刚追杀聂宝华 跟聂小雨同一天出发 走在不同的路上 因为堵车选择了走山里的小路 却不知赵刚带人埋伏于此 魏国平给聂小雨打电话时 三伙确认了前后没什么异常 没人跟踪他们 所以魏国平又打给了聂宝华 告诉他有人要杀他 但是聂宝华不相信 也不听他的劝告 因为魏国平都不确定消息的准确性 他还在被调查的停职期间 人为言轻 山里的小路很颠簸 车子都各出了故障 司机下去检查车头 却一去不复返 只见赵刚和一帮人 抄着家伙大摇大摆地走了过来 赵刚得意地喊着 主任 上海别去了 兄弟送你上西天吧 聂宝华想跟聂小雨一样 自己开车跑 却发现没有车钥匙 只能徒步逃命 被赵刚一帮人追到了穷途末路 土坑就在眼前 聂宝华也没力气跑了 赵刚一伙人也跑不动了 动手之前先动口 赵刚一边嘲讽 聂宝华败给了他 一边嘚瑟着在这里 埋个人跟完似的 谁都找不着 坏人都是死于话多 赵刚一直自信地 巴巴啰嗦个不停 哥 咱们兄弟这么多年 走到今天 兄弟算对得起你 你看看 这算是块风水宝地吧 动手的爽快 否则就会出现变数 就算有胜算的把握 也有被反杀的可能 所以 赵刚人多也没能干掉聂宝华 宝丽的一箭双雕 赵刚的嘴碎碎 但这句话说的是真有道理 打蛇不一招打死 反过来就是一口 这一口啊 致命的 聂宝华是打蛇的人 赵刚和宝丽 就是一条毒蛇 因为聂宝华对他们不够狠 导致被反咬一口 还连累到自己的亲妹妹和心腹被杀 宝丽这个女人 远比我们想象中要狠得多 光是看到她这凶狠猙獰的表情 就不寒而栗了 本以为宝丽只是个花瓶 只会卖弄美色获取物欲 没想到还真有点手段 即骗得过聂宝华 又能利用赵刚为弟弟报仇 聂宝华当初就不应该放宝丽 活着离开 就应该早日除掉这个祸患 她以为放宝丽走 来日就一定能从她身上得到赵刚的把柄 聂宝华终究是失算了 最毒负人心 想必赵刚也是低估了宝丽的狠 她以为她得到了宝丽的身体 就能取代聂宝华 就能让宝丽为她所用 赵刚跟聂宝华一样 也失算了 宝丽受伤找到聂宝华 是为了套取情报实施的苦肉计 她早就将聂家兄妹俩的行程 透露给了赵刚 两组人分开行动 杀他们个措手不及 宝丽想要除掉聂宝华和聂小宇 是为了给弟弟胡子报仇 因为聂宝华不愿意给胡子报仇 不过她失去至亲的痛苦 宝丽便也想杀了聂小宇 让聂宝华尝尝这种滋味 宝丽恨聂宝华 同样也恨赵刚 她跟了聂宝华这么多年 又岂能不了解赵刚 又岂能不知赵刚跟他相好 是为了利用他 再说了 胡子的死跟赵刚有直接的关系 若不是赵刚用暴力征服电机场 绑架高秀莲 胡子也不会被警察追捕 不会意外身亡 由此可以推测的是 魏国平收到的那条 有人要害聂的信息 就是宝丽发的 好让魏国平找到赵刚 把她抓个现行 这样一来 聂宝华和赵刚都没好下场 就算聂宝华不被赵刚干掉 她妹妹聂小宇的死 对她而言 也是一种痛不欲生的打击了 这就是宝丽的一箭双雕 太狠了 想必这个女人 最后也会死得很惨 为了 泵增双雕